大敬拜的每一個群體是不同的 正如我們傳福音或祈禱 每一個人的對象都不同 如果人很羥慕耶穌 你就可以去得很順 但人是半信半疑 經常擔心 經常想起很多東西 你就要處理那些東西 所以領敬拜是一樣的 那些人如果是很放鬆 你就可以一路帶他們去 但就算他們不太放鬆 我們知道的情況是要說適合的話 這就要求聖靈帶領 我們有經驗幫助人 譬如你看他們的一群很長寵 很牛肉鬥鬥 我們就可以用一些說話 耶穌都很輕鬆 天堂的人去天堂 每個人都很輕鬆 沒有重感、沒有煩惱 耶穌打大風都在睡覺 就算我們打大風 都試一下輕輕鬆鬆來到神面前 啊耶穌你真是好 但可能他未必立即做到 可能都需要一段時間 尤其我這種敬拜方式 是一種呢 是一種怎樣呢 享受式 享受式和幫人提升 高度提升 跟神的關係 很多敬拜是讓你自由發揮的 即他會唱歌 他內宗會說一句 我們贊給神 然後就唱唱唱唱 然後就說 阿神怎樣好 然後又唱唱很多 有些人的觀念 就說可以自由發揮 這是一個很多人 領敬拜方式 他們也會幫到很多人 因為他們自己個個都很成熟 自己有自己的方式敬拜 這是行得通的 但有些人就不是的 他未懂得進入 我們怎樣在領敬拜的時候 帶領他們、教導他們 就是我們自己做 即是我們自己 我們享受神 我們歡喜神 於是我們就影響那些來的人 所以在領敬拜的時候 有幾樣事情要做 一樣做就是我們自己跟神接通 這個最重要 即是說 隨時隨地在家裡 我們都做慣愛慕神 已經做慣愛慕神 這樣我們才能領敬拜 第二 一方面我們去投入敬拜 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去 有些說話 有些是向神說的 有些是帶領人去做的 即是有指示性的說話 我又講一講 有一個觀念 大家先認識了 然後先領敬拜的觀念 就是分辨兩樣的真理 就是恩典和介明 我已經講過一次了 恩典就是神伯伯在我們身上做的 所有祝福我們的地方 對我們好的就是恩典 介明就是我們遵同神 通常人都是喜歡恩典的 有神的愛、神的幫助 大家都很歡喜 這是對我們鼓勵有幫助的 恩典呢 在敬拜時的恩典是什麼呢 這是我的特色 我通常比較少人這樣做 其實我如何啟發我 是試過有人領敬拜的 耶穌就在這裡 我們去愛慕祂的一點 祂說了一次 我說這樣多好 我後來又想 耶穌是否在這裡 他說耶穌是否在這裡 我又想 我們敬拜沒可能耶穌不是在這裡 所以這句話可以很安全地說出來 耶穌一定在這裡 即是說神愛著我們 神同著我們一起 神好看錯我們每一個 神光我們每一個 這是對誰人都有幫助的 神很欣賞我們去敬拜祂 我們投入敬拜祂 神好歡喜 這就是恩典的說話 然後戒命 任何我們向神做的 遵從神的 我們現在一起投入 感激讚美神 我們感激讚美神 是神做的一天我們做的 是我們做的 都是屬於戒命的範圍 即是我們做的 我們一起感激讚美神 你發覺如果有人未準備好 你就說我們讚美神 感激讚美神 我們愛神 有時有些人未去到那個境界 你一晚說我們愛神 我們愛耶穌 我們愛主 他去不了 他聽到但去不了 但如果說耶穌正在照顧著我們 在我們周圍環擾我們 愛著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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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身上的那個人 你祈禱的時候 你感覺到平安 是耶穌正在祝福著我們 跟我們一起 耶穌正在愛著我們 愛著我們 人是容易受諾的 恩怨是容易受諾的 所以我們同樣的道理 幫人一樣的 不要這麼多戒明 不要說你要做什麼 你要祈禱 多說一些神很愛他 神是看重你的 神要在你身上做大的工作 神是很歡喜你的 這些他聽到就對聽了 他先鼓勵 然後說我們一起感謝神 他就覺得祈禱不是更難 有些人覺得 做基徒又要靈修 又要遵從神 又要戒什麼戒什麼 很辛苦 有些人覺得 要很辛苦戒好相擁 但當我們想到 神這麼好 而我們可以經理神 我們就說 真是好 我們可以每天享受神 真是好 我現在會示範一下 給大家留意我做什麼 我會示範一下領敬拜 大家留意我做什麼 然後回應我做什麼 然後 一會兒 誰有勇氣出來領些 我操練幫助大家領敬拜 首先學習領祈禱 祈禱不是說很長的祈禱 就是主耶穌真是好 今天我們來親近你 很歡喜祈禱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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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就是這個地方 Hallelujah 有耶穌真好 就是這個 敬拜 就是那種禱告 也可以加上一些很簡單的詩歌 你自己記得什麼歌都可以用 也可以用詩歌 也可以用詩歌 另外一樣 師兄姐妹提到寧歌 寧歌是怎樣呢 是你用任何的音樂 你覺得合適 是以有的音樂 或者你作的音樂 隨時配一些歌詞下去 最簡單的耶穌 如果你不懂得想音樂 你只想單音就可以 Hallelujah Hallelujah Jame Jehu 即這些音是很單的 很平的 Hallelujah Hallelujah Oh yeah 耶穌 即是很簡單 如果說那個音沒有 S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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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簡單的音樂 你可以用這些方法 也可以用一些什麼 用一些你懂的詩歌 你喜歡的 也不可以的 例如Hallelujah 耶穌耶穌 全部都可以的 OK 有沒有人想問 我會示範 然後 大家主要有些心理準備 哪一個對靈結物很有興趣 想去試的 那你試了 我覺得你OK 可以在大堂裡 另一部分的時間 給你一個突破 去試一下 OK 我再總配一下 我們首先可以說神的入念 神的同在 神的祝福 神的祈願 然後說到我們 如何對神的回應 但不要只口說 就是我們自己做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 形容這件事 怎樣形容這件事 譬如說 耶穌很愛我們 耶穌很喜歡我們 只要這樣聽上來 如果你經常都說 耶穌很愛我們 耶穌每個人都喜歡 耶穌很歡喜我們每一個 聽的人 未必覺得很真實 你要形容他出來 即是怎樣 耶穌看到我們 就發誇了 耶穌想到我們 就很歡喜 耶穌看到我們就笑 雖然有時候我們覺得 人家不喜歡我們 但耶穌看到我們 就很喜歡我們 耶穌看到我們 耶穌看到人家 在親近他 耶穌都很歡喜 耶穌很開心在笑 笑臉歡迎 我在詩詩詩的 我已經講到 使用笑臉歡迎我們 那實情真是好 總之任何一件事 有個意念 在敬拜時 可以有不同的意念 什麼意念 神的愛神 例如接立 愛很廣泛 接立 接立可以怎樣說呢 有時我們中間 有些人剛剛 今天被人罵過來 或者這個禮拜被人罵過來 或者有些人做得不好 被人罵過 我們覺得自己實在 但耶穌說 我接立你 不要緊的 做得不好 不要緊 耶穌會提升我們 一步步提升我們 耶穌接立我們 就算我們不夠好 耶穌也會接立我們 愛裡包含很多人 愛包含接立 提升 體重 關心 幫助 陪伴 都是不同的觀念 每一個觀念都可以很大發揮 例如廣道 我們有訓練廣道 分享 或是領境拜 都是將這些觀念 在聖經裡面的經濟訓導 將它發揮出來 當你能夠這樣做的時候 你就會很容易 很容易 一步步 能夠口一說 就講到神的恩典 因為我經常都會想 我經常都會想 我經常都會想 神的恩典 我想到什麼呢 例如 我見到你們這麼多 坐在那裡 我就經常想 神在你身邊 我都做很多工作 我就很歡喜 做很多工作 其實神有很多心機 很多都不聽話 神就要感動感動 幫他幫他幫他很多 接著開始聽話些少 又又感動感動 又提升很多 接著他又聽話些少 真的 神做了不知多少功夫 然後才生出一群這麼乖的 突然才會出來 當我想的時候 我真的很欣賠神 他很有耐性 有無限的耐性 無限的愛 無限的折留 每一個觀念 我們都學習 將他發揮 這就是 廣道 或者分享 或者領敬拜 或者小組的時候 其中一個竅門 有些小組 講一件事的時候 例如說 關心 我通常都選擇 發揚神聖誠 當然是講神的關心 神如何關心我們 我們有問題 神就關心這件事 神不會說 你關心這件事 祂就在你那件事幫你的 就是在你需要的神幫你的 你便看到神如何關心我 我們便會分享 我們自己有需要的時候 神如何幫我們 當我們看到神 那麼關心我們的時候 而有時候 我們不聽話的時候 神也會幫我們 關心我們 神不只可以 你乖的時候才關心我們 不聽話的時候 神也會關心 我們這樣的時候 那些不乖的我都會關心 都會祝福它 應用在我們的生活中 OK 好 有問題想問嗎 好 好 讓我去講吧 如果平時 我們帶小組 好像靈命快的時候 有某些歌 我們要去唱 其實當牧師你說 這個很享受性去做的時候 跟我們一般帶詩歌的時候 去按摩不同的程度 或者有些唱多少次 或者怎樣應徵的人頭 當時好像有些外在的原因 會令到我們去享受的時候 好像不復限到某些東西 是 會的 有些詩歌是比較難的 所以如果你領 你便選一些 你能夠在歌裡 帶到人去愛護神的 或者享受神愛的詩歌 是 而且因為那首 你發覺我 其實我自己發覺是這樣的 在領很多的詩歌 那些詩歌裡面 有時是難一點進入 是你帶它進入 可以由它進入的詩歌 例如那首詩歌是 耶穌耶穌 你同在令我完全 我們可以支持 在之後講的說話 在神的同在是最美好的 有時我未唱一首歌 我都會講一講一首歌 在神裡面是最完全的 每一個人都變得更完全的 然後我用這種心態來唱這首詩歌 我唱一首歌 我一直想到 我唱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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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首歌 又有廣道又有屋 但我自己來講 我最喜歡跟耶穌在一起 我也會去嘗試一下 但是我最喜歡跟耶穌在一起 我真的覺得耶穌很好 祂一切美善都是神的發出 在一切美善中,我們也看到神的美善 所以我唱這首歌時 想像我們永遠其一神的好裝 一路 我而為全盡主 你帶我一路的愛神 一路愛著神 就帶人去盡友 有時一首很簡單的詩歌就是Hallelujah 都可以幫人盡友 就是Hallelujah 中間就說 我們全身讚美我們的主 整個靈魂讚美主 Hallelujah 亦可以進入靈歌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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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自己也很難入 首先要入到 你自己要在家裏做得多 做得多了 你入得到 下一個就是你能夠帶人入 就是你有這個恩賜 但不要緊 我覺得多練習會越來越好 會越來越好 是會改善的 其實恩賜的一部分是操練的 因為基本上入 是很多東西你都需要 有些是強一點 有些是沒那麼強 但都不要緊 不是一定要最強的那樣 其實人和神關係好 就算他不是很有敬拜的恩賜 他都可以帶得好 如果他和神關係好 有時他和神關係好 會說什麼話人聽都會很受益 是否有意念 就說出來 或是神關係好 說一些說話 其實每個人都喜歡聽 其實都愛你 但我想知道 其實是你的意念 或是神關係好 在我來說 首先我要入 如果我叫做戲 如果我叫做戲 我真的覺得很羞辱神 我覺得很羞辱神 我不是真心去敬拜 我只是做戲 我覺得很羞辱神 我覺得神是很美好 因為我經常都覺得他好 所以我的心就很充滿敬拜的心 你感興心 神也會給你不同意念 有些人可以先預備 有時預備完 然後到領班時 神會給你另一個意念 也不要緊 神那個不要跟自己講 神到時給你一個意念 你便跟一個意念 你可以問神 神會給你的 譬如說 你感受的意念 就是說 今天是有重膽 要釋放 首先 什麼都可以想自己 我自己先 我有沒有重膽 我的重膽都可以放在神的手中 你可以自己代自己說 主呀 我來到你面前 我就放下我的重膽 首先 我自己領敬拜 不用什麼重膽 我們個個可能都有些重膽 現在嘗試放下 好像我們自己處理生命 我們現在可能 今天有些煩惱 或者有些不開心的事發生 現在放下 耶穌是最喜歡什麼重膽的 耶穌所有人的重膽 都會跟我們背 不過他背著入重 因為神是全能的神 所以 我們奴火三重膽的人 可以來他那裡 現在得到安息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有時神會給你意念 好像雀鳥一樣飛 我覺得 其實在神面前有所謂 我們個個跟小孩子都可以 沒什麼所謂 不是的 不用一定要做老成的人 做一個成熟 但是成熟的小孩子都可以 其實就是要自然 如果是這樣說的 是要自然 是自然投入 自己做慣 自己必然跟神 是有一種隨時隨地的密切關係 但是見親什麼事都這樣 就是神的 但是我們戴敬拜的時候 有時我經常覺得會有壓力 就是會預備的時候 因為其實我們 相信神明會帶我們去 隨時做準備 但是我們又要去預備敬拜的時候 我們都有一套的 譬如想的主題 詩歌去唱 但是唱的時候 可能在那個投入感 其他受眾裡面 都有不同的反應的時候 有時會覺得自己是很沉重 已經有反應的時候 沒有反應的時候 會很害怕 然後就很不自然 但是要去調節的時候 當自己試過 又去投入的時候 不管那麼多 即是受神的時候 又覺得自己又會很輕鬆 就好像普通唱歌 去敬拜神 在這個拿捏的時候 就覺得 其實心度 是在乎我們自己 去變成的心態 是啊 很重要 神給我一個觀念 就是 人是不得任何重担 任何重担 很簡單 就算說 不要趕時間 趕時間要去到 當然我們應該準時去到 但如果你已經遲了 你遲了 你一邊 快點快點快點 為何這麼久都還沒得到 為何還沒離開 為何車這麼慢 就算你趕時間 都會 心情不好 對 就是任何一項最小的重担 都可以令到我們辛苦 所以我們要學到 就是有些什麼重担煩惱都好 都時時一有困難 即是說 耶穌 你幫我 我一切的重担都交給你 我只是做我可以做的 後果是你負責的 我完全交給你 神很樂意 太多人揹他的責任 我們要記得 我們好像小孩子 耶穌的媽媽教我們走路 他拖著我們走路 我們說 我們說媽媽 如果你跌低 會不會我扶你不起 你跌低我 我們就擔心媽媽會跌下去 其實媽媽不會跌下去 天父不會跌下去 但我們就擔心她的部分 她說 你不要擔心我的部分 你自己試一下 腳仔 你不用擔心我的部分 我們常常擔心神的部分 後果是怎樣 我們不用的 我們就是信靠 親近遵從 記得我們常常常 信靠親近遵從 我就是信靠神 我常常親近你 你遵從你 常常親近你有力量 我便遵從你 神便會在我身邊做功 我就是做好這個部分 其他一切交給神 我今天會 我有領 由大家領 有時說 可以用修好自然去戴 和送禮 和到時看 送禮有什麼感動 或者想怎樣戴 甚至戴的歌 但是我自己也覺得 這樣 自己來講 有個壓軸 或者高聲音 如果突然間 沒有聲音 沒有感動 那又怎樣 我便會有一個麻煩 就是 很想準備得很好 準備了又好像很生眼 我一如山上這三首試過 然後中間就說這段說話 但其實呢 因為我試過這樣戴 我覺得又不太好 但是戴過程 可能本身有些緊張 還是怎樣 有些有些人 就出來 所以 不知道是預備 很原來好 還是怎樣的連行 預備是OK的 當你們還沒有那麼熟悉的時候 預備是好的 想定是OK的 但是你有個心理準備 即神可能感動 其實 正先天所說 有個原因 為何你到時很空白 原因是因為你太緊張 讓他回答他 緊張怎麼辦 即時 耶穌我交給你 我自己承認我不行 我真的不行 這陣子你帶我 你就是這樣 就是這陣子 神啊 那你直接 可以把這個意念交給神 直接說出去就可以了 我這一陣子 好像個老空白 我們現在 每個都交給神 神我生命給你 我便來到你面前知取 耶穌我便來知取 我便來知取 你便即時 把你的需要交給神 即時神又會帶起你的意念 當然這也是我們跟神關係 你長期的時候 你見到甚麼都想到神 他想到詩歌的歌詞 都很多 想到神 你便進入 我的確發覺 靈歌或祈禱 是會帶入進入更多 他進入了 又用詩歌表達 又帶他進入 我自己便覺得是 所以整班人都很體育 我可以用靈歌都可以 但有些人又不習慣 所以我又會用詩歌 有甚麼想問 你見到這個問題 就是 詩歌人做了很多的準備功夫 但他會很緊張 自己投入 另一個情況 自己投入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怎樣可以令會眾和我同步 一起去到神面前 OK 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自己怎樣投入 這件事我剛剛回答了 其實我們自己每天都要習慣 領敬拜的人 要自己整天都習慣 在家裡一整天去敬拜 整天都好像領敬拜的方式 就是這樣帶自己去做 這個就是 到了那時 在困難的時候 其中一件事 就不怕落臉 就說 我現在的腦都空白 不過不要緊 我們一起空白 等神去調好我的心 都不要緊 我覺得 就算你廣道也是 有些人在廣道就覺得 我一定要公公正正 當然你能夠公公正是最好的 就算你那時真的空白了 我這陣子很空白 我都在你面前 我都誠意空白 不過當我想起這個主題 我都說 我真的唯一誠意 我們真的靠自己什麼都不行 我真的要靠耶穌 我們一起在神面前 倚靠耶穌 即時你把自己的意念說出來 都可以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誠實的表達 我自己也很喜歡誠實表達 我亦都喜歡人性表達 因為這是我們真誠有的感覺 第二 帶領人 我剛開始都說了 就是我們必定能對到人的狀態 用說話 用聲音 如果你是彈琴就更加好 因為彈吉他和彈琴 是會製造氣氛的 那個節拍是會製造氣氛的 會幫助大家聚入 沒有什麼想問 什麼是靈歌 靈歌其實是有不同的 總之你用不同的音樂 有些是唱謊言 但我自己對於在令敬拜用謊言 我自己是有些保留 因為始終有些人未必明白 除非全部都是在謊言 我自己就覺得 用一些簡單的歌詞 你經常聽我這樣唱不同的音調 又唱 有時你搓來搓去的音調 都沒有所謂 因為重點不是你唱什麼新的歌 而重點是你帶人進入 我想問你 我們有一位大警戒 就是我們有三隊的警戒隊 他提起彈琴走音 他即時怎麼辦 然後我聽不到 他就很害怕 我嚇得聽不到 我的確 我參加過一些聚會 唱的人走音 如果每個人都在唱 我都沒辦法 如果我不是帶領 就有他走音 他們又唱到 就有他唱 就算了 如果我是彈琴那個 或者我是另一個敬拜人 有時我會用我的聲音 帶大家進入那首歌 有時我會 有時我會 有時那首 那一節已經唱到差不多 唱到尾的時候 到尾的時候 到尾入那一刻 我就已經 大力彈 並且 唱另一個音出來 就讓他入 讓他們知道怎麼入 這就是我們可以影響的地方 但如果你是被領那個 你是很難告訴那個領那個 走音 這個案法 不是你的責任 不要想完走不走音 你就想著 怎麼祝福 好嗎 好嗎 OK